百度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画一下梅花花头的画法 注意朝向位置 首先我们调试的颜色是属红加了胭脂 我们画的时候呢 尽量是中锋用笔 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花苞的画法 而且看的方向呢是属于侧面 我们在画花拓的时候是最后再画 现在呢先给大家画一下花苞 花拓的时候我会用墨色来表现 现在呢我给大家示范的是从后面往前看的花朵 然后花的时候呢两瓣是比较大一点 这是后面的 所以呢你表现的时候呢 要注意从后面看它的距离朝向位置 花瓣的大小 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也是从后面往前看的 嗯是一个右侧面 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正面 然后呢就是正正侧面画的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用墨色点下花拓 现在呢是给大家用红色来表现花瓣的朝向和位置 像这一种呢也是属于正面了 因为表现的花瓣呢都是比较明显了 最后一朵也是这样画出来的 然后我们调一下墨色 调一下墨色呢就是直接就可以画花拓了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现在呢也是一个正面的花朵的朝向 现在给大家用墨色表现一下花拓 在画花拓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不要全都表现的特别的实 也是稍微有点正当关系 这样让花朵更加的生动 然后我们用墨色表现一下一下花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来 点上花蕊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然后花朵的朝向了对吧 这个是从后面往前看的 然后这样就有遮挡了 花瓣遮挡住了花蕊 这个就是正面的了 正面的时候花蕊就可以静线的表现出来了 这个也是正面的花蕊 这样能表现出来正面的花蕊 这样点上花蕊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花蕊的朝向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我们首先先练好花蕊 然后我们才能画整幅的梅花 还专门 γ 感谢观看